通往天堂的阶梯 宇宙的十二个密度 有一条通往天堂的阶梯 它通向超越当前这一世的天堂疆域 并继续向前 一直到终极意识状态 宇宙的起源 无限存在 即万物的终极源头 创造了一个具有无限多样性的宇宙 由整体的无限部分组成 作为人类 我们是冒险家 我们将自己投射到物质体验中 以便将更深刻的焦点 带入我们的体验中 我们在意识的物质领域的目的 是获得一种明确定义的身份感 并从中成长 我们每个人的长期使命 是通过生命的经历获得更广泛的觉知 直到我们最终回归到唯一的神 不再是好奇的寻求者 而是自我实现的 有意识的神 阶梯的层级由12层意识构成 每一阶层都是由对创造宇宙的原始意识 进行不同程度的压缩而组成 与较低的阶层相比 较高的阶层更空灵 或更少被压缩 较低的阶层比其上的阶层压缩的更多 更集中 定义更清晰 阶梯上的每一层级 都是由意识组成的 即使是物质事件 从表面上看充满物质性的物体 实际上是由100%的意识组成 以一种看似是外部的和实体的方式被投射出来 造物的12个密度 造物的12个密度 被分成4个群组 每个群组有3个密度 这4个群组分别包含了存在的4个密度层面 物质、灵性、宇宙和神圣 密度之物质群组 最致密的三层是物质群组 这些与基本的物质存在有关 第一密度 物质 第一密度的意识是物质的原子和分子的领域 也是生存的基本感觉 这个密度是构成物质基础的元素意识的家 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使用的物质身体 第二密度 生物 第二密度支持植物和动物的意识 以及成长的冲动 例如 植物在达到其环境所提供的极限之前 一直在繁殖和传播 第二密度也是基本情绪的密度 如愤怒和恐惧 第三密度 各体性 第三密度是物质性人类的联合意识 当前所存在的疆域 它是发展个性意识和自我觉知的地方 人类与其内在源头分离的体验 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实验 通过这个实验 物质存在的幻想变得非常真实 人类物理层面的游戏 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作为好奇的灵性存有 我们逐渐渴望获得最大的效果 然后继续探索如何在游戏中创造完全的沉浸感 正是这种完全沉浸在物质层面中的感觉 使地球上的生活看起来如此真实 如此充满激情 如此与我们的灵性源泉脱节 同时又充满了自我发现的巨大潜力 人类与内在源头分离的体验 是通过使用专注于五种感官体验的物理大脑来实现的 这些感官从看似外部的宇宙 向大脑提供信息 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能感知空间和体验时间 我们的注意力从内在的灵性相关的信息上转移开 这提供了一种明确定义的个性感 如果我们的大脑以不同的方式设计 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 第三密度意识 也支持进化中的意识的其他品质 如勇气和乐观的发现 智力和理性的发展 密度之灵性群组 接下来的密度是灵性群组 前往灵性意识的大门 要通过人类目前正在觉醒的意识层次 以心为中心的意识 对人类来说 这才是冒险真正开始的地方 第四密度 整合 在第四密度意识中 心觉醒到一种自然的 不受限制的 无条件的爱之流 在第三密度意识中 人类发展出与彼此分离的一些主题 在第四密度中 它们形成整合 或对分离进行疗愈 第四密度是灵性疆域 或灵魂脱离物质尸体后所在的地方 在这里 人们解析并整合 它们在物质生活中获得的情感体验 当今天大规模的意识转变充分发挥时 第四密度也将成为人类意识的新位置 在这个密度中 平衡和无条件爱的品质被发展 这引发内在快乐的发展 第五密度 灵魂意识 第五密度带来了创造强大实相 和超越时空的能力 一旦脱离物质尸体的灵魂 整合了它们的情绪 并解决了它们的冲突 它们就可以进入第五密度 第五密度是灵魂的非物质疆域 是高我或内在存在的疆域 你的内在存在是你的完全意识 因此包括心智的潜意识和超意识方面 你的内在存在 与更高密度和无限存在 有着清晰的关联 因此 与你内在存在发展清晰的联系 会为你提供一个灵性赋能的直接来源 第六密度 群体灵魂 虽然你通常与其他七个灵魂皆为直接灵魂伴侣 但你的灵魂家族要大得多 它有近两千名个体 聚集在一个拥有共同爱好和兴趣的大家庭中 你们有着相似的能量背景和历史 以及许多类似的偏好 比如能使你们乐在其中的某种类型的体验 这些人是你最能与之共情 感同身受的人 从你的内心来说 它们意味着家 你的灵魂家族的成员中 通常只有不到一半的人 会在任何给定的时间进入肉体化身 它们中的许多人将生活在其他国家 和你所在国家的其他地区 当你遇到它们时 你会觉得它们在某些方面很特别 在你自己的意识中有一种共鸣 这与你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第六密度是意识场域变大的地方 为最终进入第七密度的宇宙规模的量子月迁做准备 虽然一个灵魂家族 有许多个体组成 但它本身也是一个大的意识场域 第六密度意识的其他例子包括 天使、圣人、世界导师和光之联盟的成员 它也是宇宙之灵的光的源泉 在深度、影响中可以接触到它 第六密度是一些最伟大的灵魂的家园 它们曾经用它们的存在来美化地球 例如,与一个典型的人类的意识场域相比 一名世界级的灵性导师的意识场域是巨大的 正是由于这种意识的巨大能力 以及它们在同一时间将注意力分散到多个部分的能力 使得世界级的导师能够满足所有那些在需要时呼唤它们的人的需求 大天使存在于第六密度的上部 因此它们的觉知可以涵盖整个行星在其第五、第四和第三密度中的所有现象 通过这种方式 这些高阶灵性存有能够同时觉察到 并响应多个援助请求 人们称之为大自然母亲的存有 也存在于第六密度上部 因此它和它的自然之灵们 可以存在于所有生命需要被滋养的地方 光之联盟由成千上万的灵性存有组成 它们掌握了宇宙意识 然后通过了全面扬升的启蒙 它们今天的作用是平衡人类的能量 通过吸引、调节和传递灵性之光进入世界 它们为人类保持了光的平衡 以便我们可以继续我们在地球上的体验 不受人类最恶劣行为所引发的自动业力映射的干扰 它们通过吸引、调节和向世界传递灵性之光来提供服务的做法 是我们在灵性发展过程中都将学习的榜样 密度之宇宙群组 当人类计划的阶梯向上延伸到了它的终极灵性高度时 在伟大的造物计划中 继续往上的话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了 下一步是成为行星生物智慧的一部分 第七密度 行星意识 盖亚、地球,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多得多 第七密度是行星大小的意识场的家园 在物质疆域,盖亚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家园 然而,它的灵性心脏驻留在这个非物质的第七密度灵性光之疆域 第七密度是宇宙意识发生的地方 这不是偶然的 这是第一个致力于宇宙规模意识的密度层 一个人可以在接入宇宇宇宙意识的期间 访问第七密度 但它不能永久驻留在那里 因为它被设计成一个疆域 是行星大小的意识场的家园 第八密度 太阳意识 太阳的灵性心脏处于第八密度意识中 我们在第三密度中看到的是它的物质体 这是它的第八密度 灵性光辉的微弱印象 从日光层可以洞察到太阳磁性体的真实规模 这是一个磁化的能量球体 从太阳向四面八方延伸 比到最外面的冥芒星的距离还要远四倍 这是一个220亿英里宽的磁性天体 它包含维持和照顾着一众行星和气球体内的所有生命形式 如同生活在它的第三密度日光层中一样 我们在意识的第八密度层也与我们称为太阳的灵性存有相连 除非你在能量上首先成为它的一部分 否则你不可能在它的范围内出生 正如古代文化所正确表述的那样 我们是太阳之子 同样的 在你的肉体第一次在地球上出生之前 你的灵魂已经穿过作为地球母亲标志的神圣火焰 而通过了出生前的启动仪式 在宇宙规模的意识中 盖亚是你们的灵性母亲 就像太阳是你们的灵性父亲一样 在造物的宏大计划中 地球包含着你能触及到的最接近神的意识 而太阳包含着你能看到的最接近神的意识 向太阳和地球发送你的爱和感激 不仅是完美的 它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灵性练习 也是最强大的一种 第九密度 星系和它们的中枢太阳 一个星系是宇宙意识中的一个活细胞 就像太阳后来诞生了它的行星一样 每个星系都在其巨大的天体内诞生了太阳 尽管每个星系的中枢太阳 都将意识的能量从上方分配给显化宇宙 中枢太阳并不辐射物理光 因此人类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为了了解造物的规模 射电天文学让我们对现存星系的总数有了一些了解 目前 居信宇宙中存在着一千到一千二百五十一个星系 密度之神圣群组 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创造性三位一体的印象 原始的无限存在的意识被嵌入到它自己的创造物中 首先 无限存在是完美的 不变的意识 第二 无限存在通过将自己划分为三个创造性方面 思维 感觉和运动或显化 而进入一种活跃的模式 这种无限存在的积极表达 随后在它自己的意识内 创造了宇宙的十二密度结构 第三 无限存在将它自己嵌入它的创造物 为了创造精细的细节和管理所有的创造物 它将其创造性的面向嵌入密度的神圣群组中 第十二密度成为创始者的家园 第十一密度成为守望者的家园 第十密度成为神圣显化的家园 它将成为显化宇宙的能量枢纽 一旦在这些更高的密度中建立起来 无限存在的意识开始在每一层意识中 更深入地沉浸自己 创造星系 太阳系 行星 最后是生物圈和可以居住在其中的生命形式 人类是自我觉知探索的最新进展之一 因为人类像造物主一样 被赋予了自我觉知的品质 通过人类 造物主可以从其自身创造物的复杂性的深处观察自己 第十密度 宇宙的中枢太阳 这是创世的原始阶段的体现 它是作为受造宇宙之能量枢纽的神圣意识的表达 就像重星系的中枢太阳一样 这个宇宙中所有生命的源头 在物质疆域中是不显化的 第十一密度 守望者 他们是所有造物的守护者 守望者 或称作业力之主 根据无处不在的作用和反作用法则 不断地观察和调整宇宙 使其保持完美的平衡 守望者的职责是保护宇宙中的所有生命 必要时 他们将自己沉浸在更蒙厚的密度中 以管理细节或启动宇宙中的新项目 其中一个这样的项目 就是我们的项目 人类意识的创造 极其逐渐沉浸到更深的 因此更为集中的密度层中 就像所有意识层面一样 我们与守望者直接相连 守望者是灵性谱系的一部分 将我们连接到我们所有人 都来自于其中的终极状态 那就是无限存在 在第三密度物质存在中 业力经常被认为是负面的 因为它反映了每一个念头和行为 包括恐惧和仇恨 然而 这只是一个自然的 完美的平衡法则 因为它保证了所有的念头和行动 都得到反应 在物理学中 它被称为定律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是相对并且相等的 它既不是积极的 也不是消极的 它中立地反映了你现在是谁 当一个人从物质意识 进入以心为中心的意识时 他的旧的业力模式似乎已经结束 的确是这样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人 和他对所有人 无条件的爱 然而 作为第十一密度法则 业力永远不会停止存在 这种反射特性被交织在有生命的宇宙的结构中 第十二密度 创始者 宇宙生命的创始者 造物主 存在于宇宙的最高密度层中 正是在这里 意识被夹载了充满活力的潜能 并在造物的所有密度中集连 在沿途的每个密度内 根据需要分配其潜能 这种意识能量集连穿过宇宙的中枢太阳 然后通过各星系的中枢太阳到达太阳系 当它达到较低的密度时 它也会被转化为维持有形物质 和以太物质存在所需的能量 作为以太能量 它维持物质生命并维持行星的轨道和每个原子内的电粒子 超越第十二密度 无限存在 无限存在是不可分割的一 是万有的起源 这个宇宙的十二个密度都包含在它的意识中 随着独一的造物主 将自己沉浸在自己造物的更深层次中 这逐渐扩展了探索的可能性 今天 作为无限存在的表达 我们这些有自我觉知的人类 在独特的条件下 运作于这场称为生命的伟大冒险中 随着我们获得人类经验 并逐渐提高我们的觉知时 我们就成为了灵性人类 然后我们成为扬生的人类 最终 我们在回归我们从中而来的原始源头的道路上 重新加入更大的宇宙万物计划 从能量上讲 我们不仅存在于第三密度中 而且存在于造物的所有密度层次上 我们与处于终极状态的无限存在合而为一 我们与无限存在的所有显化层次都相连 尽管独一的创造者是最初的创造力 我们也被赋予了创造十项的能力 作为我们思想 信念 我们对生活极其可能性的看法的鲜活的反应 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无限的潜力去创造充满喜悦 目的和意义的生活 在你的生活中 你可以选择你决定的任何道路 一旦你设定了一个意图 一条路径就会为你打开 让你去实现那个意图 一旦你对你的新实向有了明确的意图 宇宙就会开始围绕这个新实向 重新组织自己 现在 为了将这种创造力的力量 放大到几乎奇迹般的水平 你要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内心保持一致 并确定在最深层次上 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的第五密度内在存在 你与这种内在创造力的有意识 对其将是同步性流动 它将打开沿途的门道并消除障碍 使你的道路顺畅且自然 你的内在自我是你与无限存在的个人联系 它是你灵性赋能的源泉 有意识的声明 你打算运用你的全面意识 然后看着奇迹在你的生活中展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